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呢 会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PN的网站上会直播 之后呢会在公库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的网站上面呢 会有后续的完整的播出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 其实可能跟很多人的生活会有关系 因为特别是在台湾最近这几年 这20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这个外籍劳工也就是所谓移工 他在台湾呢承担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在所谓的工地的现场或是家务劳动等等的工作 那前一阵子也就是在这个礼拜的12号的时候呢 这个台湾移工联盟 当然40多位外籍劳工移工呢 他们在立法院前面去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要求劳动部跟立法院能够正视这个家务劳工 长期受到剥削的这种状况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印尼政府呢也说 他可能会在2017年的时候呢 停止这个印尼的劳工再到台湾来工作 那政府似乎有意要引进越南的劳工 那这也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抗议的一个背景之一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邀请到是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的陈柔龙 来跟我们来谈这个议题 小楼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可不可以请你先告诉我们 你们在12号去这个立法院召开记者会的 当时的主要的背景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有听到那个劳动部的雄文部长 他有说就是因为印尼他们在那个 印尼跟台湾的双边会议上 印尼政府有提出一些条件 就是改善家务劳工这部分的一些条件 希望台湾政府可以配合可以修改 但是因为在当时那个台湾的陈雄文部长 他就说反正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共识 所以就想说那你印尼政府既然开出这样的条件 那我们不答应 那我们就开放了将之前冻结的越南劳工 再度开放让他们引进 那我们是觉得说因为当初越南政府 越南的劳工被冻结 但是有一些原因跟背景 但是因为这一次印尼政府的想要替这些家务劳工 也有看到他们劳工在台湾工作的状况跟处境 想要跟台湾政府提出能 可不可以让他们有基本的保障 工作的权利的保障 但是台湾政府就是摆出 就不愿意做任何的修改 所以我们那天礼拜四在未完委员会的开会的现场 我们提早到了 然后我们到那边我们的诉求是说 那你劳动部其实应该是要站在劳工的立场替劳工想 而不是说变成一个好像奴工的贩卖部 我们称它为奴工的贩卖部 这个奴工不好用了 竟然要求我们这个要求我们这个拿俏了 那我们就在我们不要你了 我们不要你印你的劳工了 我们要开放越南劳工来补这一个家务工的差 缺额这样子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今天家里面会是由哪一个国籍的人 来帮助我们去分担家庭的这些劳动的工作 其实跟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政策 以及国际关系 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关联性 那可不可以请小楼在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 印尼政府他们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那为什么这些要求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恐怕是一个最基本对劳工的保障 而我们政府却不愿意去旅行呢 或者是动辄引说 那我就引进越南劳工来替代的这样一种说法出现了 应该说 印尼政府提出的是说 那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说 他希望他的劳工 家务工的部分有基本工资的保障 那中介费的部分可以由雇主这边来负担 对 那应该说从台湾引进外籍劳工到现在 其实在台湾的外籍劳工已经55万 然后其中有家务工的部分就有21万人 21万人之中最大中的有17万是印尼籍的劳工 那比例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然后因为在就大家知道就目前家务工其实没有任何劳动法令的保障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家里雇老人住在家里24小时 但是他的薪水十几年来都没有调就一直是15840 嗯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家务工的问题就是说他长工时 他又需要是固定在家里照顾老人 对那种长工时照顾老人这工作毕竟是一个压力很重的 但是他没有足够的休息 然后因为这问题而产生很多 例如说劳工精神状况不好 老人照顾品质当也会受影响 那劳工他被在一个这高压的状况之下 他也没办法好好的提供劳务 嗯哼 那为什么再过来看是说那同样是外籍劳工 为什么长工有办法有基本薪资1273的保障 可是反而是这些在高压 这么紧密的跟家里照顾老人这些家务工却还是15840 对 那这边其实我想要有一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这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这个家庭这个帮务工 这个所谓帮务 这个所谓的所谓的生死生活的处境是什么 那第二个就回到我们刚刚谈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政策 可是从你刚刚谈到来讲 这其实一个是基本的工资的要求 那我不晓得在现在的这种引进这个外籍劳工 特别是印尼的这些家庭钢务工 他们是的仲介费到底是怎么算的 然后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符合刚提到的基本工资 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要有对劳工的基本的规范吗 是一个是一块的部分是仲介费的部分 其实他们不管是印尼或者是其他国家 他们来台湾都要支付一笔比较庞大的仲介费 有的是十万二十万 有一些是桌面底下的可能被收到三十万之类的 十万二十万是台币 对换算台币 对 然后一个是仲介费的部分 那就仲介费的部分 台湾的做法我们也曾经去跟台湾政府要求过 因为你毕竟是输入国 你对于输出国其实你还是有一些 应该说有一些能力 有一些办法去跟输入国做一些协商 就说毕竟你外籍劳工来台湾 那工作其实薪资的水准 就台湾可能给薪资水准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那一笔很大的庞大仲介费 是劳工他们最大的压力所在 也有可能是也会进而可能影响 他在台湾工作的一些心情 或者是压力上没办法这么轻松 这么自在的工作 因为就一个债压着他们 所以就这部分我们有跟台湾政府说 你是有能力去跟国外中介 国外政府做一个协商要规定 因为你这个是直接会影响到 劳工来台湾照顾我们台湾人的品质 对因为这个是相当那个 可是这部分的话台湾政府 其实到目前他们的说法总是说 那是国外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干涉 但是你做你没去做你就直接这样说 我们觉得也台湾政府 其实没有进到他们应该该做的 他们该做他们不做 嗯嗯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说 这个其实这种所谓的移工的移动的问题 绝对不会是只有台湾跟印尼之间的关系 其他国家恐怕也有大量 特别是早期的这个阿拉伯世界 或者是看最近这几年包括南韩 甚至香港这些国家或是地区 其实都有大量的这样所谓的移工的这种去做一般的劳动 或是帮佣也好 那他们的仲介费是怎么算的 其他国家也是由这个输出的这个国家来做这个仲介费 这个劳工的本身去做这种所谓的负担吗 嗯就我们所知其实是有 但是有些国家他其实连国外的仲介费也都没有 嗯哼 对对 所以因为这会变成说 其实要推就很早之前外劳引进的这套制度制定的当时的状况 对那其实呃 仲介费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那每个国家引进每个国家他们在引进劳工之前 有没有制定了一套很完善的制度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因为台湾到现在其实引进二三十年 这问题一直存在 你如果说刚开始引进的时候 呃没有没有规划周到或者是怎么样 那后续你是否有一些补救的方式 因为其实这其实造就了 呃我们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越南劳工会被冻结 但有一个说法是说 越南劳工逃跑率最高 嗯哼 可是我们没有去探究最后面的因素是 就是越南劳工的仲介费是我们目前引进国最高的一个 嗯哼 对那包含说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配套 就是说台湾的劳工政策到底有没有制定完善 嗯对对 这个这个道理其实也不难懂就是说啊 今天刚刚谈到所谓的逃跑或是逃逸的这些外籍劳工 呃他们其实很清楚嘛就是呃 如果你的政策上面是一个让他们自己去负担的 这笔大量的这个仲介费 他在心理上面当然存在的非常非常的压力 那也会导致这种工作上面不稳定嘛 那如果这笔钱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松 或者是他不需要那么大的这种压力的话 他们的工作事实上也比较稳定 所谓的逃跑外劳也就比较不容易发生是吗 呃是这算是一个因素对 因为其实我们有看到其实呃 就算我们要去国外移动去国外工作 其实会负担一笔费用 那如果这笔费用是合理的 当然的确应该就应该付 可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二三十万 其实你从菲律宾来这里或印尼来这里 其实不必要这么大笔的费用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仲介费这一个其实是劳工 包括所有的劳工来工作一年半 全部都是还仲介费用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是移工问题的一个 还蛮大的一个状况 嗯哼 那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一个实际上面的薪资 或者是一些数字来看的话 就是一般的一名劳工 他在台湾 假设一般来的工作一年的状况之下 那他里的薪水大致上应该是多少 而负债于仲介费的这个部分 又是占了多少的比例呢 那在扣除之后 他实际上你的薪水又是多少 嗯 就目前他们操作上会是这样 例如说在国外借了一笔钱 对 然后来台湾他们会变成 有时候会 他们有一个逻辑是 例如说借菲律宾的钱还台币 嗯哼 对但是那当然有一些会差跟利息的部分 那就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目前来台湾就是会变成 因为有听到说 啊劳工第一个月可能剩七千 或者是几千块 对 那其实他们的一个方式是说 他们来台湾是用分期的 嗯哼 甚至是可以拿到就是 就是仲介公司开给你十张单子 一起可能九千五七千四 一个人借的款项不同 每个月你就是拿着那个单子到7去缴钱 缴仲介费 那就我们我们具体来看 我们今天谈家务工 那他第一个月我们之前有说 第一个月可能劳工有时候 我们还甚至有遇过劳工 第一个月拿两百多块的 嗯哼 第一个月拿两百多块 对有有 就说我稍微简单算一下 例如说是家务工的话 基本薪资15840 然后扣个仲介费 这一期交九千多 那第一个月又要健康检查有两千 居留证一年一千 保保健保税 对 这些有时候扣一扣真的是会 就真的剩不多 那这个状况 因为我刚刚说 仲介费都是分 例如说十期或十二期 所以有时候对劳工来说 他第一年的薪水 其实就真的剩几千块 这样子 嗯哼 对对对 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对非常高 嗯哼 嗯哼 所以其实 我们不好意思 我们曾经算过说 有一个分 我们就拿一个菲律宾劳工的 他的一些仲介费来算 嗯哼 我们发现那个仲介费 就是借非币还台币 那个利息加会差 等于是百分之五十三的那个高利 的利息的部分 嗯哼 就说他如果借一千块 来台湾是要还一千五百三十几块 借一千块 然后台湾还一千三百多块 就比达 五百多块 对对对 就会差更高嘛对不对 对会差更利息的部分 嗯哼 嗯哼 所以其实这个当然 对于所谓的实际上面 来来工作的这些 呃老公来讲 他事实上在这个经济上面的负担 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那这也难怪 其实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不开心 或者想要所谓的逃跑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那当然这个会涉及到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 或者是到底应该怎么去去承担去负担 当然也会有人担心说 那这个都是由政府来付 或者是由雇主来付的话 那雇主的钱是不是就会增加很多 那实际上在法令上面 他应该怎么解决 以及这些家务劳工 他们在台湾实际的处境是什么 因为我们也知道 包括Tiwa 还有很多的团体每年都会 这个发起我要休假的这个大游行 那已经好多年的这个时间 那这个休假问题解决了没有 那在新制的问题 他又应该怎么办 或者是他如何计算他的工时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再回来讨论这个话题 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这是灿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总想灿烂时光惠客室 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我们的播出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 是有关于家庭当中 有很多的外籍劳工 家庭看护工 或者所谓移工的这群朋友 他们在台湾的一些实际上面 会遇到的这些处境 因为在这个月的这个12号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台湾移工联盟等等团体 曾经到立法院去开了一个记者会 希望我们的政府 希望我们的立法委员 能够正视这些移工们 他处境在台湾面临到的这些问题 那今天要跟他来谈这个话题 是由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的陈龙 小龙来跟我们来谈这个话题 不好意思 把你的名字念得不是很清楚 好 请不好意思 对 那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其实看到这个移工的问题 其实必须放在一个国家 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 那这样听起来 其实我们把这个移工 当作是台湾政府跟印尼谈判的筹码 对不对 也当作从某个角度来讲 也把它当作是跟越南政府 谈判的筹码 这样说对吗 对 我把它当成一个 我觉得这次事件最大的事 因为印尼政府其实是想解决家务工的一些劳动的状况 但是政府它的思维就会是 那你还来跟我拿窍 我来跟我拿当筹码来跟我谈 我就不要你 我就去要别的 别的就是引进越南劳工这样子 嗯哼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一个部分是我觉得 就劳动部来说 我觉得劳动部 你之所以为劳动部 你其实就应该要站在劳工的立场去替他想 不管是本劳或是外劳 嗯哼 那既然他们某国政府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我觉得相对于也是要我们去反思 我们需要人家该国的政府来提醒我们了 嗯哼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是 它毕竟引进 我们引进的是人不是东西 那人家有这样的反应的话 我们是不是该做些检讨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 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力的 我尽量去施力去做 嗯哼 可是因为就这次事件来看 其实我觉得台湾政府就摆着 应该说是一个高傲的引进政府 引进劳工的政府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不管你是对本劳的 这样的状况或是外劳的 其实都应该是要站在劳工的立场 诶对的确是有这样的问题 嗯哼 要谦虚的去处理这样 不过你刚谈的角度是从一个 劳动部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然后从一个国际性的 这个劳工团体的角度 去要求劳动部做这样的事情 但事实上这涉及到家庭劳务 甚至很多是涉及到有关于 长照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其实会涉及到 跟卫福部很大的这种关联性 那回到这个雇主的本身的角度来看 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些 比较家庭劳动或是长照的这些 这些人他们这些家庭 他的这个所得未必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这笔钱不是由对方来付 那该由谁来付呢 是由我们的政府付吗 还是由这些雇主来付呢 那如果由雇主来付 会不会增加他们在经济上面负担 而不愿意去 这些国际的移工来家里面帮忙 那这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 其实家庭类的劳工的问题 其实还蛮复杂的 当然其实我们老实说 我们写那个记者会开完之后 雇主也有打电话来骂 但是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一个是台湾的确是一个 目前已经很高龄化的社会 之后会更严重 对 那我觉得我们薪水 其实平常人薪水就三万多 那我请个劳工一万多 那我可能就会安定费付了一笔 这个又一笔 那个又一笔 对雇主来说 其实非常已经很重的 尤其是可能家里两个老的 一个小孩在雇的这种状况 对 那一个是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是说一个个案 我们之前接过的一个个案 他是一个越南的劳工 然后他去照顾一个阿公跟阿嬷 同时照顾 他的阿公阿嬷 其实只有一个小孩 对 那阿公阿嬷他们 然后那个小孩 他其实就赚了 就像我说固定的薪水三万 然后他请了这个劳工来照顾他们的爸妈们 那一个是 一个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因为雇主其实没有办法有余力再去请说 因为我们劳工常说 真的太累要休假 或者是没有能力去再说 我让你休假 我请个人来照顾 对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一个是说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这个老公 他后来被积欠了 其实四五年的薪水 其实这其实是蛮极端的个案 被积欠四五年的薪水 对 非常地多 那我们也觉得说 这老公怎么这么傻 但是后来去访问这个老公 老公就说 因为其实来台湾雇老人 一个是雇久了 其实也当做自己的爸妈 有感情 有感情 我觉得这因为 家务工就是有这个特性 因为你在家里雇久了 你就会有那个情感在 那你也看到他们家的处境 那劳工曾经跟我讲说 那我不雇 那阿公阿嬷怎么办 嗯哼 对 所以那我就说 那你是这么久没有拿到薪水 那你怎么处理 嗯哼 他说雇主有跟他说 那等你什么 合约满之后啊 再再 我就给你一笔钱回去买地 嗯 对那我说 那你平常呢 平常他雇主有给你生活费吗 给阿嬷的生活费 或者是一些经费什么 他说非常少 其实根本不够 因为雇两个老人 所以他甚至是去 减资源回收来卖 蛤 你说这一个家庭他雇工 另外自己去减资源回收来卖 他就利用雇阿公阿嬷的空档 他去减资源回收来卖 嗯 对那一个我们去这个其实 我觉得听到其实蛮难过的 因为其实的确 他是一个无助的雇主 他就只有领固定的薪水 可能是劳力工作 也很辛苦 嗯 但是这些老人家又没人雇 嗯哼 对没人雇怎么办 那劳工也工作得很辛苦 嗯 他想要休假 可是他就没有办法 就会变成我们常说的 落落相残 可是这时候我们就会再问说 那你政府的角度在哪里 你政府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 可以协助他们吗 因为其实在台湾 虽然这个案子是蛮极端的 可是很多台湾的雇主 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 对 嗯没错 对我就真的很无力 啊我其实对劳工也不错 劳工也常会说雇主很不错 嗯哼 可是就 可是也想休假 可是雇主那么忙 啊就撑着撑着 就变成雇主也在撑 劳工也在撑 嗯 对那我们就问说 那政府呢 你任何的协助在哪边呢 对于这些劳工你真的 你也不是 就 就刚提到那个长照 那长照也是一直在拖 一直在拖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 嗯哼 那这些劳工其实 老人就真的正在老了 正在要雇了 可是真的是求助无门 我觉得很多雇主是这样的状况 嗯 并不是说雇主真的很凶很坏 嗯 这劳工我要虐待他 我不让他休假 嗯哼 我觉得这倒不是 我觉得很遇到你的雇主 其实是有提出这样困境 嗯哼 对 嗯 这似乎又回到另外 跑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 到底是什么 这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是什么 这个国家的长照政策是什么 如果把这个所谓的外籍劳工引进到台湾 来协助家庭的劳务 或者是所谓家庭看护的问题 把它放在整体的社福政策来看 用这个思维去去思考的话 或许他就是变成是国家应该要有的社福 的这个所谓的支出的一部分 不是吗 对是 我们是这么认为 因为毕竟 呃 台湾政府其实就有责任要去协助这些家人 而且社会福利 这一块社会福利是空洞很久的 嗯 其实当初引进外籍劳工说是一些替补 补充能力 好 那你当初说是补充能力 那你过程中其实对这些社福 你也没有任何的进展 就只是可能喊一喊是一个白皮书 可是到目前你看十几年了 这些还是到目前还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进展这样子 嗯 你不要 就也可以理解 也可以理解雇主的部分 那就劳工劳动条件来说 我们也觉得劳工要求的也是很合理的 他其实只是要求基本的薪水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是这个薪水一提出来 很多这种雇主就反弹 我觉得背后的因素就是雇主的这个无奈 他没有办法 对那你要薪水 我也是固定薪水啊 我也是只能这样 那你又要加钱 那我这没办法 嗯 对这个其实相对之下 会比你在工厂工作的这些老公 是更复杂 他进入到一个家庭当中 现在这个家庭里面 事实上 我跟这个劳工之间 跟这个移工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例如说包括性侵 或者是虐待等等的问题 那这可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种现象 可是另外一个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 刚刚提到的这个情感因素 那这个情感因素又跟这个劳动 应该要有的基本的劳动条件 结合在一起 哇那个太太非常非常的难计算 但是回到现实当中 他还是必须要计算 对不对 要不然他必须要理清 我们才知道该付多少薪水 或者是说他应该要怎么休假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移工联盟 我们从2003年就提出一个叫 教室劳工保护法 家福法 嗯 其实这个就因为我们最刚出 当然是要求说 那所有劳工 所有劳工都适用 一体适用劳基法 但是因为当初 那个劳动部 劳委会当初就说 因为这些家务类劳工 他是特殊的 你怎么去界定 那个8小时上班 8小时之后是下班 然后计算加班费 像这种劳工作 照顾的这种工作 很难去很明确的界定说 他哪时候是工作的时间 嗯 所以我们就说那好 那我们就另外立一个法 叫做家福法 针对这些不管是本地的 对 看护 台湾的看护也是 对 然后外籍劳工的看护也是 他们没有任何 就是这块劳动法令的保障 那我们就为他们制定 至少我们换个方式讲 让他有连续10个小时可以休息 而不是变成说 你8个小时之后就算加班 但是目前这个法到现在 也是还是没有通过 嗯 就是已经拖了十几年 还是这样的状况 嗯嗯 你的意思说 连现在本地的劳工去做家庭的看护 这件事情 他也没有任何的法令的保障 也不适用劳基法的意思吗 对对 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状况 是说因为本地的看护工 其实人数也比较少 那相对于本地的看护工 他比较有条件去跟雇主协商 嗯 那对 那对于这些外交工 他其实就是绑着契约进来的 他也不能自由患啊 说自由累了不做 或者是怎么样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的法 的确是最基本保障 他至少可以休息的一个法 是相当重要的 嗯 可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我至少听起来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可是为什么 你们已经提出来这么多年的 他一直迟迟无法通过 甚至是不是连劳委会 劳动部 他根本就不想立这个法 对 对我感觉上是这样 才不会那个法一直停在那边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的理由吗 这个其实看起来是 对他来讲 立一个法也不见得 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不是吗 我觉得一个是 他立这个法的背景 是他一定会遭受到很多雇主的反弹 嗯 那反弹的背后 其实就会回归到政府 你没有任何的相关 配套去协助这些雇主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只是 想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或者是能拖就拖的方式 去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 毕竟这一块做下去是非常 反弹会非常大 嗯 那相对于你长照也还没有建构完成 然后政府的一些失职的部分 如果用失职的部分 其实就会被看得很清楚 嗯哼 对 嗯 所以这这显然 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 我要引进哪一个国家劳工的问题 它也不会是一个单纯的 劳工跟雇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它事实上是整个 到底我们的政府怎么去看待这些来帮助 这个国家解决我们的家庭问题 我们的福利问题 甚至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的这一批人 以及我们的政府 怎么去用社会福利的政策 来回到 回归到基本的 这种所谓的本地人的基本的人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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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这是一个 期待我们在特别再去关心的一个议题 接下来你们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吗 嗯 接下来我们大约会有 嗯 今年底我们会有一次移工的大游行 这是我们移工联盟固定两年会有一次 对 那我觉得这个游行其实有很重大的意义是 我们希望 因为普通这些劳工其实都在工厂在家里 是让人家漠视的一群 嗯 那我们像 我们也不希望说因为这样子的工作状态 而让大家忽视了他们的权利 嗯 因为我们希望在两年一次的这一游行 让劳工自己可以勇敢走到街头 自己的权利自己去争取 那有相关的 例如说刚刚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希望也在这一些 呃 在移工大游行的时候也可以替雇主 或者是替劳工他们做一次很大的发生这样子 嗯 让大家可以重视到 嗯 嗯 今天非常谢谢小楼来跟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 也希望我们能够 呃也许我们没有在短时间去 呃这个 去回应到这个大的政策制度的改变 那你可以多关注 关注到这个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呃这些相关的行动 当然如果人家有这些家庭抗护工 也许我们可以有跟他更好的开始 也能够会至少在我们自己能够做的范围当中 他们基本的劳动权益都应该被我们所保障 今天非常谢谢小楼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